其实他本身的这个求职的目标 应该是跟英语有关 不要被我们这么聊着聊着 对 也英语英语有关 翻译他也求 对 其实我给你一个建议 你也许像广东这些 跟东南亚在做外贸生意的这些 其实你合适的 现在很多出海的这种企业 对你是有需求的 好吧 好 来 第一轮选择徐霍雷 还有一盏灯 介绍我们进入天生活有才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比如说 我有一个目的地 国内的国外的 然后你怎么样把这个目的地 用最言简易改的语句介绍给 比如说洛阳 对 假如说我要到洛阳去拍一个短视频 那么你最熟悉洛阳了对吧 对 你告诉我拍哪个地方 短短的比如说20秒的语句 怎么样去体现洛阳这个地方 让别人看了这个短视频之后想去 那应该就拍洛阳牡丹 比如说你可以整理一下 20秒的文字 就我会用修字手法 比如 比如随便说几句 找找感觉 洛阳牡丹 百花之王 成就您的 成就您的气质 潮汐是想招你去 他现在正在做的抖音的那些 旅游的那些片段 文案 但显然他不是极致性 对 是的是 他一下子说不出来的 我估计他写应该可以写得出来 我看过你那些试评 你可以试一试 行 好吧 你要求薪资多少 如果做编辑 编辑的话 6000嘛 6000 反正你他要的钱也不高 对 你可以说你的价钱 六人游定制旅行给你的岗位是短视频文字编辑 咱们尝试一下 旅游相关的 对 然后5000吧 对 你有问题要问吗 工作地点在哪里 北京 他在家里就可以写 好 那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你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没问题是吧 考虑一下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来 六人游或者是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在家可以工作 刚才已经说了可以在家 不用来北京 好 你倒是说呀 你的答案是 我选择六人游 回来 哥 你就是以后你开口说话行不行 你将来给他写那东西 你得问他的需求 你得跟他交流的 明白不明白 明白 好不好 好 你长得挺帅的 慧强 你给我信一点 我最后我最后一句话 我要告诉你 是要拿到这个机会之后 你要争取多跟曹总在一起工作 而不要想着我就在洛阳 理解吗 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去打开你的思路 你要争取永远每时每刻都在曹总的身边 好不好 好 谢谢你 再见 跟他们聊过之后 可能 他们看过一个这个角度 应该对我以后的工作应该有帮助 格局上会 稳定要开阔一点 吧